賽斯家族的那個三個主要的信念 各位還記得嗎 我曾經跟大家講過 第一個 相信 所有一切的存在 只有 善 而沒有 惡 那第二個是 相信 宇宙說的一切 都是 受到祝福 都是有福的 第三個 我們個人與集體 共同創造我們的實相 那這 三個概念 各位 我簡單這樣講 可能你都還沒有真的 完全感受到它的威力 比如說 當後來我在想第一句話的時候 各位 什麼叫做 相信宇宙所有的一切 都只有善 而沒有惡 對 活在現實中的人 請問 這個世界 有沒有很多的 所謂的惡 或所謂的邪惡 各位有嗎 有啊 像我今天就問一個個案 他說有啊 像政潔就是蠻邪惡的啊 沒錯嘛 那比如說 像這個 阿拉伯國家 就會覺得 比如說像ISIS 或是像一些 激進的一些 回教的 政戰組織的團體 就會覺得 美國人很邪惡 有沒有 美國是一個邪惡帝國 所以他們想要去進行恐怖活動嘛 那美國人就會覺得 現回教的人都很邪惡 或是所謂的ISIS很邪惡 有沒有 那比如說南韓或一些 這個日本 或一些東北亞東南亞的國家 可能覺得北韓就是很邪惡嘛 我們這個世界 犯罪多不多 多 黑心食品 多不多 多 各位 人跟人的 惡意的對待 多不多 有的為了三千塊 捅人家一刀 有沒有 那 怎麼人類的世界 會變得這麼多 所謂的惡 或所謂的邪惡 好 各位 你要記得信念創造實相 如果今天你真的出於有意識的智慧 選擇一個最重要的信念 我願意相信宇宙的一切只有善 只有 而沒有所謂的邪惡 各位 當然 我也跟大家講 賽斯講了 他知道這有違背大家的經驗 這甚至違背了你的common sense 你的常識 這甚至違背了一個 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 應有的 認知 各位明白嗎 怎麼可能 這個世界沒有邪惡 怎麼可能這個世界沒有邪惡 到處是說謊 是犯罪 這是惡意對待別人 謀殺 大家都有 怎麼會沒有邪惡 這麼多邪惡之人 行邪惡之事 有沒有 對啊 甚至不同的政黨 都會互相稱對方邪惡 不同的國家 會稱對方邪惡 怎麼會沒有邪惡 可是 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出於有意識的智慧 選擇了這個信念 那麼 賽斯說 他將會讓你這一輩子 記得 永遠不會受到邪惡的侵犯 各位 回到剛剛那句話 讓你這一輩子 或下一輩子 或讓你在死亡之後 是不用下地獄的 是不用遇到惡魔的 是不用被撒旦所誘惑的 不管你的魂魄 飄到宇宙的哪一個角落 你永遠不會受到邪惡的侵犯 各位 我舉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我們精神醫學裡面 有所謂的paranoid 就是所謂的偏執狂 有所謂的delusion of persecution 所謂的被迫害妄想 什麼叫被迫害妄想 一定有人在想要對付我 一定有人想要針對我 一定有人在說我的壞話 一定有人在暗中想對我不利 各位了解嗎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內心製造了多少 人家可能會瞧不起我們 人家可能會對付我們 人家可能會說我們壞話 各位明白齁 我們的內心 你終其一生 各位 你有沒有想過 你會受到多少 邪惡之人 邪惡之士 邪惡的能量 邪惡的冤親在主 來靠近你 來對付你 來傷害你 各位 是啊 那所有的宗教也在強調這一點 有沒有 宗教永遠在跟你講 善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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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惡 有沒有 所以以後有人問你 賽斯跟宗教有什麼不一樣 記得這句話 賽斯說 只有善沒有惡 而惡只是善的無知跟扭曲 明白了嗎 各位這次最大的不同 賽斯心法裡面沒有惡沒有邪惡 邪惡只是無知扭曲 明白了嗎 宇宙沒有個能量 叫邪惡 宇宙沒有個能量 本質上是邪惡的 你不相信這一點 你就不要當賽斯家族 我講得很明白 你就不要告訴別人 你是賽斯家族 因為賽斯家族 就是有這個信念 這樣明白了嗎 你們選擇要成為賽斯家族 你就要相信這個信念 為什麼 它的結果很簡單 各位 永保你 輪迴轉世 永生永世 不受邪惡的侵犯 你要不要 要不要 要 各位 這是多少的護身符 多少的灌頂換不來的啊 你腦子壞啦 聽懂了沒有 你們去上香 你們去受洗 你們去祈福 你們去掛佛珠 念佛經 你不是在 你在求什麼 求不受邪惡的傷害嘛 各位沒錯吧 不受到惡靈的傷害嘛 不受到負面能量的傷害嘛 不受到冤親在主的傷害嘛 不受到一切的壞人 壞事 行邪惡之事之人 的傷害嘛 沒錯嘛 包括人家的做法啦 喝糊的水啦 然後下什麼醬頭啦 對你的詛咒啦 各位 你懷在這個世界上 你不是一天到晚在恐懼 被 邪惡的對待嗎 各位 所有的宗教不就是在保佑這個東西嗎 保佑什麼 平安嘛 平安是什麼 不受一切邪惡的侵犯嘛 各位原來這是一個什麼 信念 這樣明白了嗎 賽斯說 一旦你選擇這個信念了 你隨後的經驗 將 印證 這個信念 所以你過去 不管 你是不是被欺騙過 你是不是被 惡靈追過 還什麼英靈 你是不是被 冤親債主 你是不是被 人惡意對待過 各位 也許你生命當中 曾經有 邪惡之人 對你做過邪惡的事情 各位 但是 賽斯說 如果你 願意成為賽斯家族 如果你真的 從今天告訴自己 我願相信宇宙當中 只有善沒有惡 各位 惡以前我講過 它只是無知 它只是扭曲 明白嗎 並沒有一個惡的能量 也沒有 邪惡的 存在 那同學就問我 許醫師 那魔界裡面的索倫呢 那這個 復仇者聯盟 惡裡面的奧創呢 那雷神索爾的弟弟呢 各位 那時候不是跟大家講過嗎 所有的賣座的電影裡面 一定都要邪惡之人行邪惡之事 沒錯吧 沒有一部電影 沒有壞人是有票房的 各位 沒錯 你看我們這個世界 有多少對於邪惡的信念 這樣各位 有沒有 慢慢發現許醫師在說什麼呢 原來我們這個世界 有邪惡之人 能行邪惡之事 甚至有很多善良的人 受邪惡之迫害 乃因為我們對於 惡的信念而存在 所以各位 如果 我告訴大家 你們問我 賽斯家族對這個世界 有什麼功德 我明白告訴各位 在賽斯家族所在的地方 這個世界 將不存在邪惡 所以 如果以賽斯的信念 建構出來的 未來的人類的 新的世界 新的文明 那個文明跟世界 將不存在邪惡 這樣明白了嗎 各位你想想看 當一個社會 不存在惡了 當一個社會 不存在所謂的邪惡 你們想那個社會 那個世界 那個文明 是什麼樣子 各位 四個字啊 功德無量啊 這樣明白了嗎 當一個世界 一個社會 一個文明 各位 不存在邪惡 各位 信念創造什麼 實相 所以現在 所有全世界的 邪惡的實相 這來自什麼 邪惡的信念 所以 一個 對邪惡的信念 拋棄的人 一個不再相信 邪惡的存在的人 一個不再相信 將永生永世 再也不受到邪惡的 迫害跟傷害 各位 好 你們今天在這邊上一堂課 比你拿一百個 護身符 有用多了 這樣明白了嗎 你們生前 死後 將不再受 邪惡的 侵害 因為 在過去 宗教裡面也好 社會裡面也好 生活裡面也好 邪惡有太多的形式出現了 有沒有 一個殺人犯 一個詐欺犯 一個說謊 一個害人的人 各位 這個世界多少人在害人 多少人被害 請問的是他們的實相 那今天你要為自己決定 你要不要遭遇這個實相 你要繼續遭遇邪惡的實相 要不要 要 各位你可以選擇了 很抱歉你可以選擇了 你們可以接下來選擇 你們要不要遭遇邪惡的實相 好 我們上次才讀過 各位還記得嗎 同樣戰爭 有沒有人自己死於戰爭 或在戰爭當中 失去一隻手一隻腳 有沒有人是自親自愛 死於戰爭 有沒有人是隔壁鄰居 死於戰爭 有沒有人是隔壁村莊的人 死於戰爭 各位有沒有人是在電視上 看到戰爭 或因為戰爭不能去那個國家旅遊 各位聽懂了嗎 是的這個世界有戰爭 但是卻是以每個人的信念 決定你到底是戰爭的直接受害者 間接受害者 觀察者 還是你是戰爭的獲益者 有沒有人從戰爭獲益 有啊賣軍火的啊 做偷渡的啊 蓋房子的啊 殯葬業啊 很多啊 各位 你想想看一個人一輩子 從小到大 會遭遇多少的壞人跟壞事 各位 所以你慢慢體會 再次在靈魂永生裡面 他語重心長的講一句話 從你們人類在地球輪迴以來 你們沒有進行過一個實驗 從地球有人類以來 從來沒有進行過一個文明 什麼文明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 三大信念建立的文明 第一個 整個宇宙只有善的能量 並沒有邪惡 第二個 所謂一切的萬物都是什麼 有福的 各位 第一個首先 當身為賽斯家族 你不受一切邪惡的侵犯 好 各位你們學賽斯這麼久 你們也知道 當一個人每天都在靠邀 他受多少邪惡的侵犯 請問那個實相是誰創造的 不是你創造也是你吸引的 你在那邊靠邀什麼 各位聽懂了嗎 每個人要為自己負起責任 為什麼全世界的鳥事都被你 遭遇了 因為你是個鳥人嘛 你專門吸引鳥事嘛 明白嗎 各位 今天如果你控訴 這個世界有多邪惡 各位我就會說 你是個邪惡吸引機 你把全世界的邪惡都吸引過來了 各位明白了沒有 好 所以我剛剛講 身為賽斯家族 我們開始有智慧有力量 來進行一個全新的實驗 開始在信念告訴我們自己 這個世界只有散的能量 沒有邪惡的能量 那我剛剛講的各位 好處是你們從今天開始 你們將不再受到任何邪惡的侵犯 因為邪惡對你而言 不但沒有力量 甚至是根本不存在 各位聽懂了嗎 你現在想想看 各位從今天開始 你跟你的家人 再也不受到邪惡之人 邪惡之士 以及邪惡的能量所侵犯 各位 有多少人類 終其一生 活在 怕受到 邪惡的傷害 邪惡之人 邪惡之士 邪惡的國家 有沒有 邪惡的歹徒 邪惡的犯罪 邪惡的傷害 各位 我們花多少的力氣 在防範邪惡 明白了嗎 可是今天賽斯心法 他讓你 從今天開始 永遠不再受到 邪惡的力量的傷害 各位 你不要以為 許醫師在開玩笑的 你們願意敢這樣相信 你就會創造 這個實相 而且開始感受到 你不但不受到 邪惡的 力量的傷害 你還得到了宇宙 最至高無上的祝福 然後更相信了 其實你是有力量 創造自己的實相 光這三句話 我們就可以 改變這個世界了 各位 人類將因為我們 而有所不同 光這三句話 這樣明白了嗎 這個世界多少人 以前受 邪惡的疾病的侵犯 邪惡的壞人 有沒有 邪惡的命運 邪惡的 惡魔 所侵犯 所以以前 我記得我很早告訴大家 賽斯心法 其實就是福音 記得嗎 你們現在有沒有更深的體會 各位 各位 尤其剛剛那句話 你看 永生永世 不再受到邪惡力量的侵犯 真的 你要拿什麼東西來換這句話 你要花幾十億幾百億 你才換到這個東西 各位聽懂了嗎 所以我希望在座每一個人 真的把這個觀點落實 落實 當你這樣的落實的時候 賽斯心法 一直在跟各位保證 你的經驗 將 完全印證了你的信念 因為本來就是 信念創造的實相 這樣大家有沒有理解這個概念 好 那今天我講這個部分 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好不好 好 來